我是晴恩 大家在購買威士忌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威士忌的拼音有小小的玄機唷 今天就要跟各位來分享一些小故事 讓我們透過歷史來更加的認識威士忌 這樣之後你跟朋友一起喝酒 還可以拿出來耍帥使用唷 不過在開始之前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以及加入我的粉絲團 我相信很多人在網路上搜尋威士忌的時候 威士忌會有 威士忌跟威士忌 這兩個哪一個才是威士忌呢 其實這兩個都會唷 威士忌有1的是來自於愛爾蘭 而沒有1的威士忌是來自於蘇格蘭 常常我們在講蘇格蘭威士忌 也有一些人會說是Scotch威士忌 或是Scotch 而講到威士忌 很多人都會以為威士忌的起源地 是來自於大名鼎鼎的蘇格蘭 但是最早的歷史文獻指出 威士忌其實是來自於愛爾蘭的 不過我覺得愛爾蘭的祕密 它有一點點的多舛 因為他們在1919年的時候 遇到了獨立戰爭 而在1920年的時候 愛爾蘭外銷威士忌最多的地方 美國 他們翻佈了禁酒令 導致愛爾蘭威士忌的生意 是一落千丈 瞬間就走向下坡 而到底為什麼威士忌有兩種聽法呢 有非常多的說法喔 但是呢 這些說法都不外乎是愛爾蘭人跟蘇格蘭人 互看不順眼 所以呢 為了要有所區別 他們在把自己的語言翻成英文的時候 就特別愛爾蘭在裡面多加了一個 一 以示不一樣 還有另外一個蠻有名的說法 同樣也是愛爾蘭人跟蘇格蘭人兩邊 互看不順眼 互看不順眼之外呢 愛爾蘭人還覺得 他們才是製作威士忌最 架槓的地方 他們才是發源地 愛爾蘭做的威士忌最好喝 所以啊 愛爾蘭人特別怕他們的威士忌被人家搞錯了 你千萬不要買錯 我們才是架槓的 因此呢 愛爾蘭在出口威士忌到美國的時候 就特別在威士忌上面多加了一個一 以示區別做上正字記號 所以啊 大家不只是在愛爾蘭的威士忌上面 可以看到有一的威士忌 現在呢 美國的威士忌也是沿用當初愛爾蘭的拼法 威士忌 而這幾年呢 在市場上紅透半邊天的日本威士忌呢 則是採用了蘇格蘭的拼法 那是因為啊 日本的威士忌之父 祝賀正孝先生 他學習製作威士忌的方法 正是去蘇格蘭拜師學藝回來的 像是一種致敬 日本威士忌呢 就採用了蘇格蘭的拼法 威士忌 另外啊 加拿大 他們也是使用沒有E的威士忌拼法唷 而台灣呢 台灣目前是什麼樣的拼法呢 台灣目前的威士忌品牌 都是跟蘇格蘭一樣的唷 目前世界上使用威士忌 有E的威士忌 是來自於愛爾蘭 以及美國 而另外呢 沒有E的威士忌 最有名的地方 像是蘇格蘭 加拿大 日本 還有台灣都 大家學到了嗎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 打開小鈴鐺 跟著行恩來一場微醺之旅吧